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物品的 物体的形状圆圆的 可以说一个人 胖胖的 圆圆的 就是我们去吃饭买东西 结账的时候 总金额103元 一般都是美金 美金103块 Denker Shell就是出的 就是结账的人 柜台 柜台小姐说 长得不错 帅哥 美女 我就算你整数了 100元 Fraigman也是整数 这不是圆的 不是说我算你100块圆的 谁听得懂 但柜台算我100元整 100元整 整数的 你看圆的 跟整数的 一般是滚动 I like to eat soup with raw and batter 所以 英文里面 它是吃汤 不是喝汤 我们中国人叫喝汤 外观是吃汤 因为外观是浓汤 里面常常摆 马铃薯啊 红萝卜啊 花椰菜啊 肉啊 牛肉啊 鱼肉啊 虾子啊 要咀嚼 要吃 用牙齿咬 所以他们叫喝汤 要合理的 中国一般清汤嘛 稀里糊里喝下去就可以 所以我要吃汤 但中文还在讲喝汤 喝这个 喝浓汤啊 搭配一个滚动 和牛油 奶油 什么意思啊 我要喝汤 要搭配奶油跟滚动 不是 小餐包啊 没有 就是小面包啊 通常是圆的 小圆里面就是小餐包 小餐包呢 涂上奶油啊 或者他烤过了 更香 然后撕一撕 直接吃也可以 或者用手撕一撕 沾一沾这个浓汤 美味 肉一般是规定啊 he real the 20cm lines with a villa 他 规定 他用with a villa 他用规定呢 画了一条 20公分的线条 听不懂啊 这个乱造句啊 不通啊 没错 画 ruler ruler是那个尺 他不是规定啊 你作为英文不好 他用一个同志者 然后规定了20条公分 这个谁听得懂 他用尺 ruler 画 不是同志 画了一条20公分的线 你看 又可以是规定 又可以是画线 runs Paul ruler newspapers ranger is about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 啊 这一般是 刊登啦 没有 也可以刊登新闻啦 我们这个加个瓜虎啦 刊登啦 广告啦 或者是啊 报导新闻都可以啊 刊登 报纸刊登 他不再是跑 也可以刊登 所有的美国报纸都报导 美国总统大学的新闻 或者刊登什么广告 所以本来是跑啊 这边是刊登 登在 报导 bar一般是铁条啊 he walk out he walk out onto the same bar at long time 在退朝的时候 第一朝在退朝的时候 走出去 走到这个铁条上面去 退朝干嘛找铁条 沙舟 你看这都是一个字啊 铁条跟沙舟同一个字啊 你说这英文字好烦啊 你就一个字一个意思不叫好了 是吧 那没办法 你跟老外包围 老外说你们中文字也是一个字 好多意思啊 等一啊 那你们中文先改吧 你们中文全部改成一字一 我英文再开始改吧 那德文就没有一字多语 都有啊 只要是语言都有一字多语 这没办法 因为母语的他没差啊 当然母语的 美国人他也不是全部知道 就在他使用范围他也差不多知道 所以这个外国人去学就 学中语一定麻烦嘛 日本人去学法文啊 德国人去学阿拉伯文啊 印度人去学俄文啊 都很累 这个思路就不一样 这本身的这个 这个语言的习惯 使用习惯就不一样 文法也不太一样 还有一字多语的这些一大堆东西 arrange 一般是安排 missangers arrange the sounds when they perform a stage 就许多歌手啊 安排的歌啊 当他们站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安排歌啊 诶 但什么叫安排歌 那废话啊 那上歌就是要安排好歌啊 就是要准备唱啊 乐队表演说这是什么好讲 什么意思啊 有什么的 改编 改编 arrange 改编 当然现在比较流行讲的cover 本来的讲法是arrange 改编 但是很多人 他英文不够好 他不知道arrange 他后来又采用了一字cover cover 本来是包括了 因为他英文不够好嘛 他不知道arrange就是改编了 他不知道 所以就另外取了这个cover 所以cover是后来才用的 所以现在反而大家用cover 用这个改编 但本来arrange就是改编歌曲 然后count count count就是 它有好多意思啊 一般是算数目啊 she would charge with two counts of debt and she would found guilty in both counts 他被charge 被这个指称犯罪了 charge有好多意思啊 算账啊 发誓啊 我一看到英文有时候就是 会停顿 就是老金有时候想一大堆意思啊 他被控诉啊 有两个算数目 count 不是动词吗 算数目 算两个数目 是罪名啊 名词啊 罪名 他被控 控告两条罪名啊 就是在偷窃上面控告两个罪名啊 然后呢 他被 被那个判决啊 这个有罪啊 这两项 两项控告都成立 他被控两项罪名 而且两者都被判有罪 这罪名啊 被控诉的名称啊 算数我个罪名 然后corner corner本来是角落啊 Lying too much you have put yourself into a corner 因为你太喜欢说谎啊 已经让你自己啊 进入一个角落 被逼到墙角 什么意思啊 陷入绝境啊 你话说的太多了 谎话说太多了 你让你自己陷入绝境 所以corner 角落就是绝境 啊 绝境 Cover 这我刚才讲的 本来是包括 现在常常用在 用在这个翻唱歌曲 Many singers like to cover famous songs in their performances 许多歌手喜欢在演唱的时候翻唱 翻唱名歌 好 为什么翻唱呢 唱法不同啊 当然每根key不一样 是没问题的 就有时候改编嘛 可能副歌啊 主要是副歌加上一些变化 一般是改旋律啊 不改歌词啊 比较多翻唱 say 一般是说啊 动词说 about the percentage of pay rise you don't have much say 其实有关于这个 这个percentage 百分比啊 就是啊 pay rise 就是我们说加薪啊 pay rise 加薪啊 加薪的幅度 你 must say 跟say是动词啊 就当名词吧 你没有很多的说 什么意思啊 决定权 话语权 话语权 决定权啊 对于加薪幅度啊 我们说不上话 我们没有话语权 我们没权利 有经营阶层 由老板说了算 所以本来是动词的说啊 也可以当名词的决定权 话语权 参与权 决定权 in 本来是结束啊 the unjustified means 这是业语 目的 本来是结束啊 这边到目的的意思 未来目的不能走断 这张翻译有点偏差了 就是这个目的 justified case就是 证明什么是必须的啊 正当性的 目的可以证明手段 比如这个手段啊 人家说 卑鄙了一点嘛 毒辣一点 可是效果达成了 为大家目的不择手段 但是目的达成了 所以证明这个手段 至少是有效的 所以这个意思 Aries一般是空气的 Keeping a lot of Aries thought about being a billionaire 他有很多空气的 空气的想法 有关于变成亿万富翁 所以以前是Millionaire 百万富翁就不错 这不行啦 百万富翁太普通了 你说 你跑去跟有钱 以台币来讲 你说我是个百万富翁 人家笑什么 穷光蛋走开 你说我有一页 哎呀那边一页有什么炫耀的 所以就是台湾来讲 你真正 要讲得上话 这大概有个三五十亿啦 你要是在三十亿以下 你就说我有个十几亿 你当然也很好了 也不少了 可是我说的是真正有钱人 你十几亿 那真正有钱人说 你慢慢花吧 但是我很忙啊 没空联络 竟然至少有个三五十亿以上 当然有个百亿以上 百亿以上 就差不多了 就算真正有钱了 当然那个 当然这个钱 当然财富有分很多种啦 有动产不动产啦 或可支配啊 不可支配 有很多种啊 然后像box一般盒子啊 he can't find a telephone box 他从盒子里 从个电话盒子里打电话 电话盒子怎么打电话 电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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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是电话亭 顺便讲一个box boy 盒子男孩什么 是打包人员 不管男的 他就叫box boy 也不太讲box girl 就叫敢弟嘛 caddy caddy caddy当然不是 那我们中文叫敢弟 也没有讲敢妹 打包人员 box就是 也可以当电话亭 fail一般掉下来的过去式嘛 原型动词是f-a-l-l they are failing trees in this area in order to build a new road 可是你看这个加烟机是原型动词啊 可是他原型动词fail 所以他的原型动词fail掉下来呢 他的过去式 就是 也是另外一个意思的原型动词 就是砍发 所以掉下来是用fail 可是他的过去式呢fail 就是砍发的原型动词 fail 所以他们为了造新马路啊 正在砍发附近的树 在failing trees 所以他不是过去式啊 他就是 现在是啊 讲ing啊 failing 所以不是掉落了 变砍发了 gib 本来是给东西 拿东西给你 the board gib under his feet board 有好多意思啊 董事会啊 工食素啊 吃东西啊 做素啊 还有这个木板 board 跟wood不一样 wood比较是那个 就是木头 真正原木也是用timber 这个是木板 啊 当他这个啊 这个木板呢gib gib 给予 这木板给予 这不急不动 为什么没东西啊 在他的脚 在脚下给予了 听不懂啊 全身没人听懂 他走过的时候啊 踏过的时候 走过的时候木板凹陷 可能太胖 像我一样一百公斤 太胖了 一走过去 就木板凹陷了 所以他原型都知道 是gib 就是过去试嘛 就走过去的时候 可能木板本身 年久失修啊 或者体重太重 凹陷了 grace一般是优雅 my landlord gave me one week's grace than my background 好 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啊 这个房租 租金是rent back 本来是后面 就当过期的啊 就是我的房东啊 给我啊 我这个欠缴房租 给我一个月的优雅 又看不懂啊 宽限期 grace 本来是优雅 可以当宽限期 给我一个 给我一周的宽限期 pill的意义 本来是土地场地啊 就是magnetic field around the earth 地球做一个磁场 也可以当场 本来是土地啊 这个场地有个场 这个场 那是磁场 飞碧场 物理上面是场 或者像磁场 所以它有这个意思 那地球呢 小姐也是地球 大姐地球 但大姐一定是地球 小姐也是地球 但是小姐 你也可以是土地啊 土地啊 所以earth 你说earth 应该 所以earth有好多意思啊 地球 土地 还有呢 行星 像sound 太阳 除了是太阳以外 还可以恒星 像moon 除了是月亮 可以当卫星 还有还可以当接地线 所以这个意思都好多啊 复杂 game一般是游戏啊 George has been a game player in NBA 乔治是一个NBA啊 美国资兰啊 这一个游戏的球员 是不是他喜欢耍游戏啊 喜欢玩游戏啊 喜欢捉弄人家 不是 有斗志的 again 原来是有斗志的 girl一般走啊 离开 My son of the fellow girl almost always 我永远是充满了走啊 什么叫充满了走 充满离开 充满了活力 浑身是静啊 年轻人啊 十几岁二十岁 浑身是静啊 安静坐下 坐不了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啊 马上又起来走啊 起来跳啊 跑出去了 浑身充满了精力啊 活力啊 精力啊 有静 girl的一般山羊 也可以当带醉羔羊的意思啊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My wife usually makes me the good 当每次出错的时候 我太太呢 都把我当成山羊 什么意思啊 带醉羔羊 带醉羔羊 所以英文里面山羊就是带醉羔羊 Green 一般绿色或绿色的名字跟形容词 帕克呢 帕克呢想要买一部新的车子啊 但很可惜啦 他没有足够的绿色 美超啊 因为美金钞票啊 绿色的 所以就变Green 当然还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菜鸟 新手也是Green 还有没有啊 还有啊 蔬菜也是Green 所以你看绿色绿色的美超啊 菜鸟啊 新手啊 蔬菜啊 这些都是 Gradure一般是毕业嘛 Dest ruler is graduating interest 这个尺啊 所以这个刚才讲过了 如果有一个统治者 一个尺 毕业了 毕业了 又用英寸来毕业 又看不懂啊 这个全世界全宇宙没看到 这个尺啊 用英寸来毕业 不是很刻上刻度啊 这把尺的刻度是英寸啊 有的是公分啊 有的是英寸 这把尺是外国人用的 英寸 那东方用的是公分 有的对照 正面是英寸 背面是公分啊 反正各有一面 Apply一般是应征啊 或者是采取啊 采取啊 采取什么措施啊 My sister apply the cream evenly to her face and body 我的姐妹啊 应征啊 或采取了 cream 就是乳霜啊 采取了应征的乳霜 evenly就是很平均的啊 在她的脸上跟身体上 涂敷涂抹 我姐妹 我姐妹把面霜啊 均匀的涂在脸上跟身体上 这个不一定面霜 面霜涂在脸上 身体是乳霜啊 反正就弄霜 cream之类的 反正就擦皮肤啊 这不再是应征或采取 而涂敷啊涂抹 让 aside 让 aside呢 一般的意思是在旁边的 就是 就是 一般观众啊 可以知道一些细节啊 有关于这个演戏啊 这出这出戏的细节 through 经过呢 女演员的 在 舞台上的 在旁边 又听不懂了 旁白 观众可以从女演员口中的旁白 增加对剧情了解 所以有时候舞台剧啊 他演一演突然就这样 不动了 freeze 警察说freeze 不准动 他不动 然后突然一个演员 或者是另外一个题词 出来讲话 哦 他们为什么吵架呢 因为这个 这个男方的父亲啊 这女方的父亲啊 不喜欢这个穷小子啊 就讲了一堆 哦哦哦了解了解 旁白 Espact 一般是方面啊 也可以当建筑物的方位 My study is in north and expect which allows me to make the most of the sun 我的study 我的学习啊 这幼稚也是多语 我的书房啊 study也是书房 我的书房是北向的 朝北 朝北啊 我们喜欢坐南朝北 坐北朝南 那到底是 为什么啊 反正对着皇宫啊 你如果在北方叫坐北朝南 你要对着皇宫 在南边叫坐南朝北 你在东边叫坐东朝西 你在西边坐西朝东 反正就是要对着皇宫 当然这是一般家庭 就没那么多规矩 一般家庭吃饭都来不及 就是家里有点地位的啊 退休的大臣啊 或者做官啊 大臣一人 不能得罪皇帝嘛 所以反正就是要对着皇宫 那如果皇宫在最东方 就没有坐东朝西了 那他会让我们有最多的 最好的光线 所以Espact是方位 本来是这个方面 那个方向 这个方 有关于这方面 也可以是建筑物的方位 做什么 操什么 Attempt 本来是仕途啊 仕途要做什么事 也可以当攻击用 Innocent made attempt Energy and Generous Life 就是有个刺客啊 他准备做了一个仕途 对 他也讲不通啊 他准备暗杀 攻击 所以仕途做什么事跟攻击啊 意思差太多了 一名刺客 一名刺客 试图暗杀将军 你看 攻击 跟仕途不一样 鲍尔一般是铁条 鲍尔 鲜上门 并且锁起来 是关上来的意思 你看 鲍尔是铁条名词 也可以变成动词 关上去啊 看差好多 鲍尔的意思太多了 还可以是监牢啊 也可以是天上的这个 一堆的云彩啊 也可以是沙洲啊 也可以是bar 就是一般的 bar就是那个 小酒馆酒店啊 铁条啊 还有一块一块 above cake above soap 一块肥皂啊 意思太多了 boot也是好多意思啊 螺丝 那也可以当闪电啊 螺丝罗蒙 螺丝是boot 它不是钉子 钉子尖的啊 螺丝 它的另外一段是平的 螺丝啊 又是好多意思 它螺丝啊 you will get indigestion if you buy your food like that indigestion 香花不良啊 你将会香花不良 如果你啊 螺丝啊 螺丝你的食物啊 像那样子 看不懂啊 螺丝是名词啊 螺丝你的食物 不是啊 胡人吞啊 胡人吃啊 吃得很快 如果你继续吃那么快 肯定香花不良 就是赶时间啊 赶上班啊 赶着约会啊 赶着什么事情 就麻麻说 赶快夺走 赶快吃啊 嘻嘻乎乎吃完了 来不及充分咀嚼 就到胃里面去了 就是糊人吃啊 糊人吞 如果你继续吃那么快 肯定香花不良啊 brook 一般是输嘛 要求我的秘书啊 我要求我的秘书啊 去订 订两张电影票 这边应该写book 啊 b-o-o-k 我要求我的秘书啊 去订两本书 可书是名词啊 这边是book 啊 订书吗 去订书吗 可是有 书 两张戏票 啊 给我跟我太太 啊 这边是我请啊 我请秘书帮我及我太太订两张戏票 book 名词书啊 动词是定 预定 除了是书以外 书是名词啊 book 动词是预定 预定什么 预定戏票 预定座位 预定机票 预定就book 好 所以一级讲三十个 现在已经 第四个 我们就用总共五级讲一百五 那要讲啊 讲了很多啊 但是太长了 也算了吧 就讲了五级讲一百五十个 都挑起来反差比较大的 啊 讲到累了 那你要做什么 让我不累了啊 我这十五个YouTube频道啊 你帮我全部按订阅 我就不累了 就谢谢你了 这期讲到这里